陆毅 惊吓和谢霄回到驿馆时 玲玲和盖叔早已为三人备好夜宵 在一楼满脸担忧地等待他们 你们总算回来了 我跟玲儿担心了一晚上 盖叔目光微微含笑 指着楼上说道 去二楼说吧 玲儿特意做的夜宵 真的 惊吓眼神书的一亮 整张脸宛若盛开的荷花一般 谢谢玲姨 众人来到二楼的善厅 各自照往常习惯做好 惊吓坐在餐桌旁 毫不客气地拿起块糕点塞进口中 盖叔凝视着陆毅 问道 陆毅 今晚打探得如何 陆毅瞥了眼惊吓 见夫人正吃得津津有味 于是自己先将打听到的欧阳丽 孙三娘夫妇俩的事情 大致讲述一遍 最后说道 只是这些令人匪夷所思之事 不知是真是假 盖叔和玲玲听完 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怎么也想不到红叶镇 竟然敢有人在欧阳天头上动图 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惊吓吃完糕点 自己又到杯茶水喝 最后放下茶杯说道 大人 您跟谢霄 从劳宝口中打探的消息千真万确 因为恋儿的丫鬟 和梨花姐姐的说字也一样 都说恋儿原本是欧阳天的女人 后来被欧阳丽巴占了 那个欧阳丽的确说要纳恋而为妾 可孙三娘不允许 隔三差五就去训练而麻烦 商议什么呢 那蜜花节上的黑衣侍卫 你打探了没 路易手肘放在八仙桌上 翘着二狼腿 姿态甚是随意 杯子扎明白了 惊吓猛地点了几下头 像是小鸡啄米 很是可爱 欧阳天和欧阳丽是堂兄弟 胆大妄为的欧阳天自己养了锦衣卫 欧阳丽不甘处于下风 于是秘密培养了一批侍卫 我还听新月阁的姑娘们小声议论 说欧阳两兄弟不目已久 谢霄皱皱皱眉 想了想说道 惊吓 可是临来之前 我记得乌安帮探子传回的消息 都是欧阳天及其手下甚是团结 抱团取暖 相互利用罢了 路易手指敲着桌面 目光中隐隐透着嘲讽 唇王齿寒的道理 那欧阳两兄弟怎会不懂 哦 我明白了 谢霄恍然大悟 清笑一说道 他们俩在外人面前演戏 让人误以为坚不可摧 兄弟俩一条心 实则早叫起内讧了 谢媛媛 聪明 惊吓冲她竖了竖拇指 惊吓吃醋了 众人各自沉思着 惊吓突然说道 我怎么发现那个柳泉怪怪的 尤其是她看恋儿姑娘的眼神 说不上来 总之绝不会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估计她也是看伤恋儿了背 谢霄仰头晃脑地说道 窈窕淑女君子好球啊 是吧 姓陆的 陆毅两道剑 没压得很低 送给谢霄一记白眼 大人没夸赞恋儿 国色天香 惊吓暗自高兴极了 随后她低头羞红了脸 自己莫不是爱慕她 陆毅没发现惊吓的女儿心思 一直思索 眉宇间全是睿智和心机 最后说道 欲望相争渔翁得利 想个法子 让欧阳天和欧阳丽丝破脸 最好打个你死我活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 惊吓兴奋地站起来 宛若斗鸡一般 全身充满了斗志 这对堂兄弟各自都有属下 那就让他们打 等打得差不多了 咱们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丫头 你说得也太容易了 干叔看着自作聪明的惊吓 忍不住泼冷水 这整件事情 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插持 否则 我看这红叶阵 就是咱们几个的葬身之地了 夏爷干什么呢 惊吓撅着嘴座回去 垂头丧气地说道 是啊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怎么 自负聪明无比的圆不快 陆一歇迷着惊吓 一脸的调侃 还没打呢 就开始往后缩了 我哪有 惊吓坐直了身子 看着胸有成竹的陆一 心中莫名涌上一股安全感 大人 自古英雄难过没人观 一杯直看 还是应该从恋儿身上入手 袁大侠 倘若恋儿把咱们卖了呢 谢霄双手抱胸 沉不住气地说道 我三番两次打探恋儿的嫡系 刘甲 柳全可都说什么都不知晓 谢媛媛 那是你不聪明 小爷我出马 肯定把恋儿的嫡系问个一亲二楚 说完惊吓打个哈钱 陆一这才看了看窗外 已经呈现灰色 天快亮了 大人齐身对众人说道 没有我的允许 最近谁都莫要去新月阁 更不要去寻刘甲和柳全 就安心在医馆带着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几日我们的动静有些大了 以免打草惊蛇 陆一说得对 盖叔点点头 那杯子告退了 惊吓哈欠连连地往门口走去 第二日 医馆宛若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 正常开门接待病人和进来买草药的寻常百姓 从日出至日落 医馆里众人都忙碌着 就跟真正的医馆一模一样 惊吓赵方抓药的同时 稍待着还学习了不少中草药知识 可谓一举两得 时光匆匆 转眼间又过去七八日 临近盛夏 又是南疆地带 气候欲发炎热 闲暇之余 灵灵熬煮了蒜梅汤放在医馆门口 供陆一等人饮用之外 也送给前来买药或者路过的行人杰鼠用 一日午后 坐在柜台里的惊吓 手肘放在柜台上 双手拖着下盒饭困 那神态看上去甚是娇憨可爱 陆一等人各忙各的 也都不出声唤醒他 均想着让惊吓休息休息 突然 门外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 惊吓猛地睁开眼睛 呼吸急促道 什么声音 莫不是有人澄清 谢霄停下手头活 大步走到医馆门口 只见一位身材匪胖的名副走进来 手中拿着帕子 一幅与医馆众人很熟悉的样子 这侧眼好看 这位名副的确是医馆的老熟人 他就是当初说路易长相俊俏 要给他说没的刘媒婆 陆一眼便认出他 在家外面的锣鼓声 他更是厌烦至极 但又不能发作 只好隐忍着 众人注视下 刘媒婆走到惊吓面前 正巧锣鼓声停了 但是脚步声响起 医馆又进来两个人 欧阳楚和阿赵 最后有两人抬进来一口大箱子 箱子上细个大大的红花 很是刺眼 盖叔等人看着那朵绸缎红花 便已明了 这欧阳楚是来提亲的 给谁 陆一心中暗叫不妙 无论是欧阳玲珑还是欧阳楚 我与惊吓都不可能 与欧阳家结为亲家 这次搏了他的面子 怕是这个太岁不会善罢甘休啊 盖叔看了眼陆一 二人心领神会 静静等待刘媒婆开口 看看是来给谁说惊 刘媒婆牵着惊吓的手 乐呵呵地说道 你就是原姑娘吧 刘神告诉你 你的泼天富贵来了 刘媒婆后面说的什么 陆一一个字都不想再听 只一句话她便明了 刘媒婆是来给惊吓说亲的 大人暗自惆怅 惊吓 你都是顺儿的娘亲了 怎么还如此昭桃花呢 也难怪 我陆一的女人定然不是寻常女子 有人爱慕也是情理之中 虾搅面好吃吧 惊吓耐着性子听完刘媒婆的唠叨 扭头看了看欧阳楚 搅动着手指形至欧阳楚面前 善善一笑 说道 欧阳公子 名女出身是井 举止粗鲁 怕是高攀不上欧阳府 您的当家主母 怎么也得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才是 我一促使丫鬟 您就别拿我打去了 原姑娘 你是否还在气我上次要为你从医馆赎身之事 欧阳楚自我感觉甚是良好 用懒洋洋的强调说道 上次是我太心急了 为表诚意 我把见面礼带来了 放心 我欧阳楚说道做道 定会八台大叫将你迎娶进门 作证是娘子 说完 欧阳楚冲阿赵十个颜色 阿赵从怀中掏出一份聘礼丹 递给惊吓 低声说道 原姑娘 这是聘礼丹 你过目吧 虽然来提亲 但欧阳楚眼中全是轻蔑之意 他根本不是真心爱慕惊吓 而是应了那句老话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最善看人的路易 在一旁看得十分清楚 大人很不厚道地在心中怒骂欧阳楚 第一次约会 惊吓手拿聘礼丹 出于好奇打开一看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万两银子 这么多银子 惊吓失声尖叫道 哈哈 谢霄在旁边忍不住看坏大笑 因他一起当年自己向他提亲 原大侠翻看聘礼丹时 也说了同样的话 惊吓的话 领路易心跳加速 瞬间大人觉得有猫转在心头脑 那叫一个难受 但他并不过去阻止 因他了解夫人 就算在眼缠那银子 他也不会同意轻视的 阿赵眯眼瞅了瞅谢霄 二人视线在半空中相撞 惊吓回头看了眼路易 见大人无动于衷 并没有过来帮助自己解围的意思 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欧阳公子 轻视讲究门当户对 名女与您那是云迷之别 这 这个你先说好 说完他将聘礼丹还给阿赵 真心爱慕惊吓的阿赵 悄无声息的在心底长舒一口气 心道 惊吓 你莫要贪图欧阳府的锦衣玉时 价格寻常人家 余生定会安好 动心的前奏 欧阳除的脸一点点沉了下去 谢飞入病的双眉紧皱 似乎要发火 留媒婆见状 赶紧过来劝说惊吓 袁姑娘 莫不是你耳朵有影集 欧阳公子要娶你做正头娘子 你不乐意 没有理由啊 红叶镇多少姑娘排着队做梦都想嫁入欧阳府的 惊吓瞥了眼陆毅 一跺脚说道 刘神 我是真的配不上欧阳公子 我 我倘若应允了这门轻事 那才真是辱没了欧阳府 袁姑娘 莫非你 刘媚婆毕竟是过来人 开始上下打脸惊吓 惊吓小跑到陆毅面前 宠他识识眼色 说道 我 我与我们掌柜的早已私定终身 如何使得再嫁别人 惊吓话一出口 一管所有人脸上皆浮现惊讶之色 淋淋不禁一起在风铃傲自己与惊吓出狱的情景 终归是夫妇 失去一部分记忆的惊吓还是与陆毅越走越近 陆毅面上故作尴尬 心中却如喝了蜜水一般 牵起惊吓的手说道 我说早些迎娶你进门 你非要等等 倘若你早听我的话 怎会有今日之事 淋淋偷偷撇嘴 心道 小夫妻俩不破案 唱戏铁定一把好手啊 作词简单的歌声 感谢观看